这些是加热管的线,要编号 三个加热管,一个电机的线 这些是上面搅拌的线 这两根管是军制冷却的水管 军制屋里面也有水 这些是细的 这些是温度的 这些是温度的 到时候在线上边上放 可以了 就是接感应电的低线 这是3222的线 没有零线 这个是上面搅拌的电线 这个是军制的 这个是接军制的电线 然后这个加热1,加热2 加热1两组 加热2两组 然后一根温度温控线 就这些 这上面有标 或者在这线上 你打印什么 然后在这上面 写上跟这上面一样的形 给它贴上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没有 那启动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要打开 这个全部打散去 全部打散去 对这端温器全部打散去 其他都不用动了 对对 然后这里上面都有都标了 你看搅拌均式 加热 1,2,3 这里留了一组备用的 这里留了一组备用的 这是温控的 温控的 温控的就是你设定到它 80度 这个是40度 是不是 这个是温控的 设定现在设定到它 到往下走 设定到80度的时候 它这个表 它就会跳掉 它这个就会跳掉 加热就会自动跳 嗯 然后你再按一下 按不起来 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吧 现在25 是不是 23 你看 这个温控是按不起来的 嗯 确实要比那个高 确实要比它要高 这个加热是加热不起来的 它等于到温度 温度到了 25度以上 你看这个 看它绿灯亮了 然后加热才可以启动 嗯 我再把它往下剪 再把它往下剪 就自动跳了 等于说你把这个温度设定到80度 它加热到了80度 它就自动跳了 嗯 这个温控的 所以它有时候 它温不动的话 你就要先看这个温控表 一个绿灯亮了之后 你就可以下轮 然后这个 呃 乘0.1 跟乘1 这个应该是秒 啊 秒钟分钟的 现在这样算的 一般乘1的话是138秒 这个温控表 要开启以后它才会亮的 嗯 可以计算一下时间 这个乘1的话应该是这样走的话是38秒 嗯 嗯 这乘1就是38秒 乘0.1的话 这个股东倍速很小 试一下 嗯 嗯 现在设定的是1秒为为单位的 嗯 就停了 嗯 你如果把它打到0.1 再看一下 呃 这就很快 嗯 这个这个 打到0.1 这个比秒还慢 还快的是叫什么 我当做三点八秒 你看 deste 这个就是3.8秒,很快的,这个应该乘0.1的话就很快了,3.8秒 这个就是3.8秒,对,3.8秒 还是穿妹子聪明 其他没有了,这个是调速的 这个搅拌的,搅拌以后更衣 然后那个搅拌电机就这样 就这样 搅拌到这个 这个是哪个搅拌的 这个搅拌是哪个搅拌的 这个搅拌是下面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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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